台东县府2014年推出免费无线上网TT-Free服务 会员人数突破20万人 不仅便利民众日常上网 就连商家业者也借此拓展线上服务 国际书表示 未来系统全面升级上线后 将推出辅导课程 协助业者转战电子商务 拓展线上线下双客群 连上网路滑手机已经是现代人的日常 尤其在台东全线有多达250个 免费无线网路TT-Free热点 是台东县府在2014年所推出 累计超过20万名会员 而这项服务不单单便利民众日常上网 也连带促进业者开拓客源带动商机 TT-Free服务系统从今年初进行升级作业 预计将在6月15号恢复第一阶段 至少90处热点服务 长达5个多月的修缮期间 除了硬体设备提升外 县府国际处也推出加值应用服务 协助违行业者发展电子商务 招揽线上客群 或许他就开始慢慢会有所谓电子商务这样的概念 那协助台东不只是民众 那有一些小型微型的商家 他也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服务 来扩展他的那一个 那一个所谓的市场的一个扩展性 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 由于台东人口多以老幼为主 老人家想上网却不懂操作也不用担心 县府同样有规划教学课程 找到民众轻松上手连线网路 另外透过服务系统 搜集回传的数据资料 经过分析处理后 未来也可以应用于各项宪政管理措施 达到有效人力配置 迈向智慧城市的愿景 记得上家会台东市报道